6月23日,陈慧玲接受了上台的访问 婚期将近虽然也是由于同样原因 最近饱受狗仔队们的骚扰 凯莉的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凯莉坦言结婚的决定纯属随心之举 在演唱会结束后 忽然感觉自己影视歌都可以告一段落 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没有去算名 没有,就是随心 就突然之间演唱会之后 还有加上拍完江山美人 还有加上刚刚又出了片 很像歌影都做了一定的 有一定的代表作 所以就觉得可以是结婚 尝试另外一个阶段 最近我们的凯莉这几天还在为 找不到举行婚礼的合适酒店范畴 不过他说应该这两天就能够定下来 看来结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昨天为止还是只有那个很小人数的那个白酒的那个地方 那昨天晚上又好像多了一个比较好一点大一点的 但是我要找一个完美的嘛 所以还要等两天 应该就知道可以在哪里 还有就是可以放请多少的宾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